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今天宗师解卦了,要来解这个卦叫《崔无子补卦,棍之大卦》的第二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卦 那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先跟大家分享 解这个卦的人,他叫做崔无子,其实他叫崔柱 这个人的名字,其实他是出自于文天祥的正细歌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石穷洁乃健,依依锤丹庆 在其太史简,在尽董无比 这个在其太史简,他的对象就是崔柱 所以呢,我们可以从文天祥的这样点 在中国非常著名的民族英雄,明朝末年的文天祥的正细歌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样一个春秋时代人物的影子 那这个崔柱这个人,我们来看,现在看这个卦 现在看这个卦 我们知道这个困卦 困卦,困卦我们来看一下 在右边这边,困卦它其实是一个折水困卦 所以它的上卦是一个折卦 下卦是一个水卦 就是折下有水 我们看这个困卦的时候,叫折下有水 那这个折下有水什么意思呢? 折本来就有,折本来上面就有水嘛 那折下有水象征了折的水呢 从下方被流出去 那这个,一个折也好,一个水折也好 它的水呢,在下面有一个小孔道,被流出去 那这个折是干固的,它就干掉 所以古人看到这个现象,就觉得它好像被困住了 被困住了,所以这个折水呢,就是叫困卦 因为这水呢,它从外面流不出去 它只能从地下流走 也就是象征这个人,这样一个状况 就好像水被困住 或是说折被困住,有那个意思 所以这个卦叫困卦 当然从这个折水往下走,不是往上走 从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卦它其实不是太好的卦 但是有非常辛苦的卦 而折水困卦的时候,变成折风大过 那我们看红色这里头,从原来的六三 变成折风大过的九三 所以它从阴鸟变成阳鸟 有没有比较好呢?其实也没有更好 为什么呢?因为它叫折风大过 而折是水折,那风呢? 我们讲迅为风 那古人相信的训练风像是什么?像是木头 木头,我们知道的训是属于木 所以训练风是我们讲风木,风木,风木 所以这是一根木头 那这个木头呢,这古人在看这个木头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好像很像船一样 很像船一样 为什么?因为古代的船只都是由木头做的 可是这船不是应该要在折上吗? 可是它变成折下 所以它变成折下之木 折下之木呢?什么意思? 折下的船,比如这船什么意思呢? 这船翻覆了 这船翻覆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风过 看起来的确像一个翻覆的船 所以船翻覆了 他也认为了 折无畏无故的烦恶,必定有大过 也就是他一定做错了什么事情 所以叫折风大过 所以吹夫子不过,这困着大过 简单来讲 不管是折过也好,或者困过也好 都非常辛苦 都非常辛苦 仿佛是一个人 他从这个折,被困在折中的小岛 然后呢,他好不容易在地下 发现一个地下通道 然后他从地下通道准备跑出来 然后他从地下通道准备跑出来 结果上了一只船 这个船呢,还是在这个折中 开没多久 这个船翻掉了 翻覆 所以这折风大挂呢 他就不是太好的挂 那我们看折风大挂的挂像 在下面有红色这里头 我们写一个挂像 折风 困离时 困离时 距宜 急离 入移其功 不见其其凶 这个挂词呢,是现在版的周易的挂词 而在春秋里头,他也这么记载 可见春秋的这个挂词 跟我们现版的挂词 就这个折水困挂的六三 六三 他就困离时 距宜及离 入于其功 不见其其凶 所以这个凶呢,是在易经的九个挂 九个挂断 断挂里面 他其实是最不好的 所以这个挂,其实是这个凶挂 这个是困离时 困离时,你可以说被石堆所困 被石头所困 你可以想象说,他在这个折上 困离时,他可能是被关在某个地方 当他主任他传出来的时候呢 他突然发现暗胶 以至于困住 传沉默 传沉默 所以困离时 不仅困离时,而是聚于吉鲤 吉鲤它其实是一个中药 不过这个中药,它是一个藤状的中药 这种植物,药生植物 这个植物呢,通常来讲是一个还不错的植物 不过因为这个吉鲤 它的果实,还有它的树位上面有非常多的刺 有非常多的刺 所以古人也许在那个时代里面 他发现了吉鲤这种植物 所以他说困离吉鲤 吉鲤因为有刺 有刺的时候,而且这个吉鲤它通常是长在石头缝旁边 也就是它不仅是困离时,而且它聚于吉鲤 而且聚于吉鲤的意思是聚守的吉鲤 吉鲤之下它跑出来 可能是有罪病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呢,它就医技的吉鲤 医技的吉鲤 吉鲤它会刺伤你,但是也会保护你 为什么?它能让你让敌人看见 所以聚于吉鲤的意思呢 就是说它透过吉鲤的掩护 透过吉鲤,入于其宫 终于跑到宫殿里面去了 跑到这个入于吉鲤,跑到什么宫殿 不见其妻 结果它好不容易回到家里 结果发现他妻子不见人 或许这个人,正要去解救他的妻子 或什么之类,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它的挂执都讲了这么一件事 困离时聚于吉鲤,入于其宫 不见其妻 你可以想象说 这个白雪公主被困在一个岛里面去 然后呢,这个王子准备要进去救他 好不容易从地下宫殿救出来之后 坐上船,坐上船之后就船翻覆 因为碰到礁石,翻覆 翻覆了之后,他想要带着公主逃走 结果发现追兵在外面 然后呢,他想要逃走 结果发现附近的通通都是距离 更严重的时候,他本来想带着公主逃走 结果一进房子里面,发现宫子不见了 所以这个卦象有点像乌若偏红年夜雨 有点像这个卦象 所以这卦象,难怪他会去讲说 《易经》的六三 这个折水困卦六三 他就会讲 困离时聚于吉,入于其宫 不见其凶 所以这其实这是一个不好的卦 我们知道根据左传的记载 刚开始的时候,唐江第一任老婆 他跟第一任老公 这个老公叫唐公 因为他原来叫做东郭江 东郭江 所以这个东郭江,他其实也是齐国的公司 他住在东边的城郭 他原来叫东郭江 然后因为他嫁给唐这个地方的一个俊首 所以这个人叫唐公 所以他的第一任老公叫唐公 唐公就是唐这个地方的地方官 这个唐公跟崔柱同朝为官 他们都齐国大官 不过崔柱是当朝宰相 这个唐公是地方官 他的差别在这里面 所以唐公有点像现在的县官 这样一个官名 跟崔柱同朝为官 但这个唐公身体非常不好 身体不好 可能是唐江太漂亮了 以至于他身体变差 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唐公身体很不好 他跟唐江结婚没有多久 他生了一个孩子 不久之后他因病去世 因病去世 这个崔柱 原来并不认识唐江 只不过是因为唐江的弟弟 唐江的弟弟 当时叫做东郭远 这是他的亲弟弟 这个东郭远 他担任了崔柱的家臣 所以当崔柱回去 跟他的家臣讲 说当朝的唐公去世 结果崔柱就讲说他是他姐夫 所以唐公就说 那我们要去调印一下 所以在崔柱要进行公祭的时候 以前是坐马车 所以崔柱就跟东郭远讲 说你替我驾车吧 我们去看一下你的姐夫 所以东郭远就为崔柱 驾着马车前去调印 结果一去调印之后 这个不去调印还好 一去调印呢 他一看到这个魏王人 这个江堂这个魏王人 长得貌美如花 貌美如花 貌美如花 他就觉得说 哇怎么那么漂亮的女生 刚好这个时候呢 这个崔柱 崔柱 他的太太去世 他的太太呢 帮崔柱生了两个男生去世 所以一个是索寡 一个是官具 一个是索寡 他一看长得非常漂亮 因为当时在江湖上 流传了一句话 叫南有西施 北有唐江 叫在春秋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面 他们流传一句话叫 南有西施 北有唐江 可见这唐江长得非常漂亮 我们都知道西施很漂亮 但是春秋时代 你都问说 跟西施齐名的女人是谁 其实就是这个唐江 所以他只听到传说说 南有西施 北有唐江 这个呢 不知道他多漂亮 所以没想一看 敬畏天人 敬畏天人 所以他回来的途中 他就跟这个 他的弟弟 东郭言讲 你太太 你姐姐呢 也官具 你姐姐寡具 你的家母呢 我和他太太也刚去世 不如呢 你替我帮你姐姐求婚吧 他不如嫁给我 他不嫁 本来这一个是 一个是 崔处生了两个孩子嘛 然后唐江呢 又为唐公生了一个孩子 也是个男生 也是个男生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东郭言就命有难事 东郭言就命有难事 所以这崔处问他说 为什么 问他说 难道你不肯吗 他说不是我不肯 他说那为什么 你不会替我说亲呢 所以 所以 东方言就讲 他说啦 根据桌朝礼法 男女变姓 今君出自丁 臣出自还 不可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原来这个 原来这个崔武 崔处这个人 他也是出自齐桓公 他出自齐桓公的儿子 丁公 所以他说 你出自于丁公 你的祖先呢 是从丁公这一系传下来的 而我的祖先呢 是从桓公这一系传下来的 齐桓公这一系传下来的 他说我们两个都是将性 我们两个现在将性 根据桌朝礼法 同性不分 所以呢 这恐怕不方便 所以你也先这样 我也先这样 恐怕不方便 这个东方言讲的 这是委婉的拒绝 委婉拒绝 但是没想到 这个崔处呢 说那有什么关系 这种礼法很早以前的 像以前我们 台湾也是同性不分 性成的不能嫁给性成的 性王的不能嫁给性王的 为什么?同性不分 但是后来也是可以啊 他说这个都做八百年前的事情 我们虽然同性 但是有什么呢? 有什么关系呢? 男未婚你会嫁 那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因为郭远认为说 这个同性不分啊 所以这个婚离可能不会带来美满 所以呢 但是因为 也许是唐江长得太漂亮 或者什么也不知道 这个崔处就讲说 那我们来补个卦吧 如果卦中认为啊 这个不一定不好 我就算了 我就算了 所以主公既然这样讲 东方眼当然没有什么意见了 所以呢 崔武子呢 就跟这个 就跟这个东方眼讲 他要补个卦 结果补了卦 补了卦 补了卦 来决定 所以他可能用思草来补卦 他可能用思草来补卦 这个补了一个卦 就四了一个卦 所以呢 叫四卦 四个卦 这个卦就是困之大卦 这个困之大卦 这个困之大卦 本来是折水 如果我们看医经 翻开医经 你会发现 折水困卦呢 他是一周一的第四七卦 而这个 他的支卦 就是所谓的大卦卦 他的本卦 他的本卦 就是周一的四七卦 哲学困卦 下面这个卦 我们这点先跟大家分享 讲过 这叫支卦 所以呢 他的支卦 是二十八卦的折风大卦 折风大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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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那一窯的窯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折水 看到这个困之大卦 才能补出这种卦 你要去看窯辩 窯辩是哪一个 九六三的窯辩 那六三窯辩 根据春秋礼法 大部分的解义的方法 就看窯辩那个窯的本卦的窯辨 如果窯梅辩 我们之前先讲过几个窯梅辩 窯梅辩困卦辨 这是春秋人补卦的方法 我们现在大概也是遵循这种规律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调整 所以呢 他就看到这个困卦六三这个窯 这个六三这个窯就这样写 就这样写 就这样写说 这个 就这样写 就这样写说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困卦 这是一个困卦 困与时 困与时 而且呢 聚于吉梨 入于其功 不见其其凶 那我们刚刚给各位分享 吉梨它是一种药用植物 那这种药用植物有点像什么 像现在我们蚊香 因为据说这个吉梨 它烧了之后 它晒干 烧了之后呢 它可以杀蚊虫 所以它是这些杀虫剂 可能味道不太好闻 好 这些杀虫剂 所以呢 这种草 听说牛羊也喜欢吃了 所以它也可以当做牧草用 晒干之后可以当牧草用 所以因为它的叶子 它的树干 还有它果实 吉梨的果实 它都会长刺 所以长刺了 所以叫做刺吉梨 刺吉 刺吉梨它聚于吉梨 入于其功 不见其其凶 也就是说你将来会被困在乱石之中 就照这面上班了 你会困在乱石之中 而且你会经过一个 依靠有刺的吉梨 脱困 依照走的 然后你走到宫殿去之后 不见其析 不然你的其析不见 所以呢 如果求婚离这个卦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的卦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卦 而你回到家中一看 就有凶险 所以它说怎么补出这个卦 怎么补出这个 现在我们再补个卦吧 但是孙旧人不会 所以这也是衍生出一个原则 我们可以看到这孙旧补卦 他补出好卦就好卦 补过快卦就好快卦 他问他这卦不好 我们再补一次吧 我中研有很多朋友 每次补卦的时候就说 这卦不好 我们再补一次吧 能不能重补呢 根据《易经》的补卦原则 一事补而补 所以如果再补是 就是 就这个原则来讲 是没有第一次比较准 第二次 一事补好补 那也有人认为说 一事补好补 三天之后再补 或三个月之后再补 但有一些医经学人认为 这样可不可以 也无不可 为什么 事过境迁吗 事过境迁 但是呢 在同一天当中 一事补好补 如果有人问中研说 如果看到这个挂尺不好怎么办 去抽签 抽到这个签不好 现在怎么办 我说那一天这一事不能再补了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没有用 这个就是根据村区的原则 那什么时候再有用呢 过几天再来吧 像很多男女朋友都没有去求签 求签 求一年就会抽到签不是很好 不想要 想要再错越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老天的意思是 你要再带你的女朋友 多来妙几次 下一次来你再补一下 再抽一下签 这就是一事补好补 一事补好补 所以呢 他再补了这个挂之后呢 就不好 但是当时他把这个挂 就拿给很多的他的这个 拿给这个吹夫子拿给他其他家臣看 这个家臣跟他看说 欸这个是大吉卦 大吉卦 那为什么是大吉 因为是凶啊 他说因为这里讲说 不见其其凶 后面那几个字 意思是见其其击 这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啦 说不见其其凶 反正来讲是见其其其 所以这是吉卦 这个有一点呢 言和吹夫子的心理 都是部署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 不卦你不能找部署看 不能找亲人看 为什么不准 为什么不准啊 因为他会言和你 那言和你的时候 言和主人的意思 当然也可以 但是不太准 不太准 所以补卦的时候 我们看有时候 假设重金钱用补卦 他可能会补出言和你的意思 因为中也腻了嘛 中也腻了 所以中匹跟班的补卦 从来不收钱 为什么 因为没欠 他还没欠 我们常讲说 这个拿人手短 吃人手软 对 所以这补卦的时候 如果牵上金钱的问题 嗯 卦师通常会 言和主人的话 言和主人的话 当然就不是他的本意 所以并不一定很正确 除非说 班上先生说 你不用担心 他讲的这卦相不好 这个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 别人愿意说实话 第二个 你愿意听真话 如果你准备讲 你愿意听真话 可是呢 你的语言之间 你的神情之间 你就不想听真话 那别人当然会迎合你啊 所以他找了一大堆 家臣看 家臣看 这个主人去调研之后 回来 基本性匆匆的 对人家寡妇有没有兴趣 然后江湖上又流传说 又流传说 这个北有唐江 南有西施 写的这个人是漂亮到极点了 然后又知道说 他跟东方宁之间 有这么一段对话 所以很多人就迎合了这个 迎合了这个催促的内心的想法 就会讲说 你看这里讲说 这里看说 不见其其凶 那倒过来讲说 见其其击 所以你只要看见他 你就急了 说到过去了 但是我们再不讲这一次 我们再讲春秋间的记载 春秋间 也是这么记载 他说他给别人看 别人说 这是急 很多人都在急 所以呢 这个催促就很开心 哇 这个极瓜 这一段婚姻今天很好 结果这时候有一个大夫跑进来 这个大夫名叫陈文子 陈文子 陈文子就说 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什么卦 然后看了之后呢 就跟他讲说 啊这个是大胸的卦 大家都说 只要这个陈文子说大胸 那这个人家问他说 为什么大胸 崔尔文子也很想知道 为什么大胸 他说这个卦呢 摇石说困离时 聚于吉里 入于其公不见其妻 因为困离时啊 所以呢 象征了这件事情的婚姻 会被困住 所以你将来的婚姻 会被困住 会被困住 他说即使你成功 即使你成功 你也会被荆棘所困 说聚于吉里 聚于吉里 聚于吉 不见其妻凶 而且你会焚身是伤 照顾下来看 这是家破人亡之挂 家破人亡之挂 也就是你跟这个唐将 不仅无法白手偕老 恐怕会为这段婚姻 而是家破人亡 所以陈文子这样 就有一个无言耸听的 他说你不仅不能跟这个唐将 这个白手到老 而且恐怕这个挂 会让你家破人亡 所以陈文子就跟这个 就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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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吾讲说 我看还是算 这个陈文子 他不是吹吾子的家乘 他不是吹吾子的家乘 这个陈文子这个人 他名字叫做虚无 这个陈文子说起来有点来头 有点来头 为什么 因为他原来是陈文子 他姓陈 陈国公子 陈是大禹的后裔 所建的国家 陈国的公子 不过他因为他陈立功不挂 我们这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陈立功不挂 这个就是陈文子的祖先 陈文子的祖先 就跟他讲 你不要姓陈 你就姓田 所以呢 这个陈文子 在春秋里头 也叫田文子 也叫田文子 所以这陈文子 就是这个 这个田文子 他的祖先 就是叫陈丸 陈丸 陈丸这里头 我们曾经跟 大家分享 钟批在讲说 陈立功普挂 也就是陈要普挂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说 官之辟挂 就讲说 这个人一定要 那个 这个陈文子 后来果然出走 出走之后 就到齐丸公 齐丸公 齐丸公 在齐丸公非常欣赏他 这个人很陈又才学 就说 那你不要姓陈好了 你姓田好了 所以叫田文子 就姓田 所以呢 这个陈入 他的祖先是陈丸 陈丸他的四号叫 敬仲 敬仲 那这个陈文子 是陈敬仲 陈丸的大概第四代 还第五代的孙子 第四代 也是第五代的孙子 所以呢 这个陈国内乱 就是 他就是 原来是陈国 然后避难到齐丸公 这里头 所以他是在齐国的公式里面 当陈子 并不是在 这个大夫 催促家里当陈子 所以呢 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就讲这种 他说不要不要 这个不仅婚姻不美满 还恐怕家破人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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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无子想到 还有这种事情啊 不信无就很严重的 居然还弄到家破人亡 所以 吹无子等于是 听了陈丸的话 等于是泼了一个 冷水 泼了一个冷水 然后 别人听到陈丸 直接讲 你不要亂想 这祖公是娶老婆 什么家破的 主公在我们七国是最有权势的大臣 连现在的国王都是他胡住起来 怎么会家破人亡呢 不要乱讲 吹吹者就觉得说 也许是太喜欢这个唐将了 说不定 我们不知道 一见钟情吧 或者说唐将实在太漂亮 漂亮的不可放物 所以他接受了 没有接受陈文子的建议 反而接受其他家庭的建议 所以他就被美色迷分头 所以他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被记录在左传里面 他说一个寡妇能做什么伤害呢 一个寡妇能做什么伤害 他说即使寡妇克服 你说唐将太美了 克服了 那克服也不是我 为什么他已经克过了 为什么他已经克过了 因为他老公不死了 他就是他克过了 唐公不死了吗 他就是他克过了 所以他说唐 他即使其将命很厉 会克服 那也是应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老公唐将就被他克死了 所以一定不是我 一定不是我 所以既然呢 既然唐公已经死了 也就是他克服这个征兆 已经克过了 所以不会再克我了 所以不会再克我 所以他就这样 他一个寡妇能够做什么 能够能够能够让我 能够能够让我 让我交货成我 不大可能吧 而且寡妇他 就是你说他克服吧 他已经克过了 他克过怎么会再克我呢 所以呢 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这个崔柱终于迎娶了 这个唐将 迎娶了唐将 所以呢 这唐将 当然后面这个故事非常长 因为这件事情 大概前前后后发生了 从他取的 取的这个崔柱 崔柱 取的唐将 唐将为他生了一个孩子 为他生了一个孩子 所以这个崔柱的故事 非常长 所以我们会把这一段故事里头 大概分成五段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二段 所以到最后崔柱子过来 因为家破人亡 最后自杀 我们先讲结局 而这个可怜的女子 唐将 后面也是自杀 所以真的是家破人亡 所以但是这后面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春秋 春秋经对这一段记载 只记载聊聊几个字 我们看在春秋记载 这么写 二十有五年春 齐吹柱 率师 滑我北笔 下五月已害 齐吹柱 士齐君光 他只这样写 就是吹柱在齐国是个大臣 而且他懂得用病 他说二十有五年春 二十有五年春 这二十有五年春 因为这个是记载在鲁香公下 所以一般人想起 这鲁香公二十五年 鲁香公二十五年 鲁香公二十五年 齐吹柱率师 齐国的吹柱率师率兵 华我北笔 就是宫北笔的北方 北边的边疆 华我北笔 下五月已害 齐吹柱 士齐君光 就激光 就是他杀了 他杀了齐君 之前这样子 宫会进侯 宫当然不是讲 因为这是鲁石 我们刚刚讲 吹就是鲁石 所以这鲁石 他的宫其实就是鲁香公 他说 宫会进侯 宋侯 为侯 正伯 朝伯 竹子 竹子 藤子 薛伯 启伯 小柱 于 亦 亦 他只写很短的话 如果我们看 就这一年他发生两件事 这两件事都跟这个吹柱有关 他说在鲁香公二十五年 春天 春天的时候骑过了尚大夫吹柱 吹柱 吹柱呢 率领军队光华如国边边的一个边疆 到了夏天的以害日 夏天五月以害 就五月以害 到了夏天五月的以害日 你看春秋经好厉害 他把日期都写下来 日期都写下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春秋经历 居然还有写日期 他说五月的以害日 也就是说过去呢 我们讲说 甲义扁丁物极庚心 任鬼 子丑一毛 陈氏五月生有旭亥 所以他以害日 以害日其实 所以在春秋的时代 已经有用甘枝来祭日的习惯 但他并没有用甘枝来祭月 或者是祭年的习惯 所以他会写如 因为是如死 所以他会辱相公几年 辱相公几年 如果是禁语 例如说国语的禁语 他就会写 这个 这个禁文公几年 也就是他们是这种禁语 所以你变成说你要对照看 才搞得清楚 才搞得清楚 然后他说 在这一天五月以害日 催促 士奇君光 催促 居然把他的老 把他的国王 给干掉了 给干掉了 在同一天 公会 因为他进宫北比嘛 所以呢 这个鲁香公呢 他就找了 他就 他就 找了这个 进侯 送供 为侯 正伯 也就是说他找了一大堆人来帮他 可是奇国非常弱嘛 奇国在五指 五指乱骑之后呢 就非常弱 非常弱小 所以奇国已经不负奇光公的光彩了 所以奇国被 被 被 这个 所以鲁国呢 这个 鲁国呢 但是呢 这个 在那个 在那个情形之下 催促居然还可以攻华鲁国 可见催促这个人还是有能力啊 能力非常好 害得这个 害得这个 害得这个鲁香公 还要找帮手 还要找帮手 还要跟他出气 这意思是这样的 找了这么多国家 找到进侯 送侯 卫侯 正伯 曹伯 举止等等 因为以前是公侯 伯子男嘛 制度 所以叫什么侯 什么侯 他的 他的 地位比较高 然后 公侯 伯 公侯伯子男 所以他写 他写说这个举止 曹伯 就是他的 他的公侯伯子男的爵位 其实都是国君的意思 所以在春秋时代里面 你又看到 有时候看到说 伯啦 公啦 伯啦 子啦 像这些都是 封建诸侯 只会他封地的大小 封地的大小 还有他爵位的高地而已 爵位的高地而已 所以他这个 这个春秋里面就记载非常简单 但是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却写在了左撰 左撰 左撰相公二十五年 左撰相公二十五年 这个左撰相公二十五年 这个左撰相公二十五年 大概是公元前五百四十八年 公元前五百四十八年 等于是距离现在大概有一千 大概有两千多年 两千五百年或两千六百年 那个时段 他说二十五年春 齐吹柱 帅 他这样讲 左撰相公二十五年 他说二十五年春 齐吹柱 帅师 还我北比 因为左撰也是按照鲁史 所编写的嘛 他前面这几句话 他跟春秋记录的差不多 他说啦 这个 这个左撰二十五年春 齐吹柱 帅师 还我北比 以报孝伯之师 以报孝伯之师 当然是报来报仇的 也就是说鲁国曾经 可能因为趁着五子之外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曾经打过齐国 所以这吹柱呢 就想报一箭之仇了 所以他说以报孝伯之师 功犯之始告一箭 这个鲁相公觉得很麻烦 以此为患 所以功告一箭 孟公错曰 孟公错曰 因为我们讲鲁国有三环嘛 孟公错曰孟孙伯的后裔 孟公错曰 崔子将有大志不再辨我 必处归何换烟 其来也不扣 使民不远 易于他日 而其失徒归 这段话说鲁 那鲁相公觉得说 哇 这个崔子要找我算账怎么办 但是他有一个大臣 这个大臣呢 就跟这个 名字叫孟公错 孟公错就跟鲁相公讲 他说要崔子将有大志 他说这个崔子这个人啊 他有 他素来怀有大志 所以他不会打 他如果要打 他不会只打边疆 一个 一个 两不生蛋的地方 所以他讨瓦鲁国北边的边疆 可能自不在此 他既然自不在此的话 就不用太怕 为什麽 他既然自不在此 他粮食一定准备不多 所以他打一下 他就会走了 打一下就会走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 但是鲁相公还是很担心 所以他就跟靖国来报告 靖国来报告 所以呢 然后 后来果然 这个 这个崔子打了一下边疆 就走了 连老百姓都没有抢 连老百姓都没有抢 就是赶一赶老百姓而已 所以就被这个 就被这个鲁国的 就被这个鲁国的这个大臣 就被鲁国这个大臣给受众了 就被鲁国这个大臣给受众了 就被这个所谓的孟公措受众了 所以他只是打一打而已 他不是真打 因为这个人素有大志 他不会把兵力的放在那麽便宜的地方 所以他是打打样子而已 让我们吓一跳而已 所以不用派 不用去求救 但是呢 鲁鲁公不放心 还是去求救 所以呢 这个原来孟公措是讲说 这个吹出这个老兄啊 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不会真的做 所以 但是这次记载第一段的话 是为什么他吹出要派人去打贝比 根据左撞记载就是他只是打一下而已 教训一下他不是真的打 所以他在那里呢 赶一赶老百姓 把老百姓赶来赶去 也许在事实上赶来赶去 他就很舒服 我们也许在很多古老的电影里面 可能看到 这个打一打之后 打一打之后他走了 报仇而已 他只是来报仇而已 他并不是真的要打 那个意思是 我告诉你 我不是好者 你就再惹我了 我就真的要动手了 所以 到了夏月 所以呢 显然催促呢 这个 入侵鲁国的北边 一下子而已 到了夏五月 夏天的五月 到了夏天五月 已亥日 催促四级军光 把他的国军给干掉 但这段没头没尾 他也没有讲催促为什么要四级军 他也没有讲说催促发疯了 那杀了国军之后怎么办 催促有没有被干掉 都没有讲 这个催促四级军就是 他要进董吾比 这个太子简跟董吾比 跟董吾都是死官 这个在齐太子简 他就写了这几句话 催促四级军光 就写这样子来 这并没有写前后果 所以有人认为 催促四级军的光 如果从表面上来看 他好像跟赵盾四级军一样 因为在进董吾比 董吾写赵盾四级军 但赵盾四级军 其实赵盾并没有杀他国军 赵盾只是因为 他国军想要去杀赵盾 赵盾只是跑走而已 赵盾跑只让他一个字 看不过去 一个叫赵川 所以他回过头来 就把这个进攻给干掉 跟那个不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说 赵盾四级军 还有看这个催促四级军 催促四级军 好像两件事 是一样的事 其实不一样 赵盾四级军 孔子还称赞 孔子不仅称赞董吾 而且还称赞谁 而且还称赞盾 说这个人真的是大格局 人家把一桶死盆 把它扣在他头上 他还没有反抗 笑一笑就说 难怪是我 因为我太失恋故乡 所以才受这个罪业 那如果是这样我就认了 所以赵盾是笑一笑 所以孔子 虽然说 史书上写是赵盾四级军 但是孔子对赵盾 却有很好的评价 但对这个催促 没有太好的评价 没有太好 同样四级军 但是对催促 却没有太好的评价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孔子为什么对同样四级军的躁盾 还有四级军的催促 一个是很好 一个是评价很好 一个是评价不好 为什么 这当然要看左传 所以我们看催促四级军 催促四级军 为什么这个其太史简要写 很显然的 虽然催促连杀了两个太史 连杀了三个太史 到第四个太史 他没有动手 没有杀他 严宁的可能是催促 没办法 只手做天 他也可以去去杀 把所有太史都杀光了 然后再找他的内官 去继当太史也可以 所以有人认为催促当时 虽然控制了齐国 但是可能还没办法控制一切 还没有控制一切 确实的 根据村区的记载 在催促的时代 除了催促之后 还有两个大臣 所以他并不能控制所有超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催促是其军 董胡的事情 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有左传的辅助说明 所以我们才知道 原来催促为什么要杀他的国军 一个人叫光的 因为他姓江光 是跟一位叫做唐江的这个女孩子有关 唐江是何许人也 原来根据左传的记载 唐江这个人他本来也姓江 他住在陈郭的旁边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附近有东郭 南郭西郭北郭 很多预言故事 中指有很多南郭先生 北郭先生 还有东郭先生西郭先生 其实都是姓江 所以你只要说东郭西郭 南郭北郭 基本上就是江的国姓 只不过是他的这个江姓 宗族太多了 所以呢 他住在东郭的 就改了 就叫东郭江 住在西郭的叫西郭江 住在南郭叫南郭江 住在北郭叫北郭江 因为中古古代的女生 通常只有姓没有氏 只有氏没有氏 或只有姓没有氏 所以这个叫东郭江 因为他后来他嫁给了唐公 所以人家就不叫他东郭江 叫他什么 叫他唐公、唐江 有点像美国第一夫人 你就注意看第一夫人他的言姓 如果嫁给总统 他就改正形成总统的姓 像希拉蕊 他才给克林顿 所以他叫克林顿希拉蕊 不过我们对外国人的名字 男生我们都是按照他的姓 比如说克林顿总统 克林顿是他的姓 而希拉蕊却是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克林顿希拉蕊 这是美国人的作法 所以我们看美国人的女人的名字 大概按照他的名字 不是按他的姓 那克林顿是他的姓 但是其实也不算他的姓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老公的姓 至于他本家的姓到哪去 不见了 春秋时代也有这样的传统 所以他本来叫东郭江 他嫁给唐公就叫唐江 连东郭两个字都不见了 那我们后来现在加姓 加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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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姓黄的夏宜庆宗的 叫宗皇寺 类似这种方式 那这个东西就是 这是后来的事 在春秋时代并没有这种 并不是这个样子 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贯父姓这件事是很豁门的事情 春秋时代并没有贯父姓 他其实贯父姓 但是他本性是不见的 但是后来保了一个本性 所以这个唐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东郭西郭南郭北郭 如果我们看书上 看庄子啦 蕭瑶游啦 或者看春秋战果时代 先秦的这些历史故事 你就可能会发现 东郭西郭南郭北郭 不要怀疑 讲这些郭的一定是齐人 一定是齐郭人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 这是他国君居住的地方 这个东郭江 他后来嫁给唐公 所以他是改成唐江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当时刘建一句话叫 南有西施北有唐江 可见这个唐江长得非常非常漂亮 也就是说如果说 我们说春秋时代有两个爵士美女 如果是西施算的话 那这东郭江唐江就是北有美女 所以我们常常想到西施东施 其实没有东施 但是确实有一个东郭江 跟西施齐林 后来他嫁给唐公 所以就变成唐江 所以可见 我们现在当时没有照片不知道 但是可见当时他的美貌程度 所以他后来取了这个唐江 这个事情发展本来可以告一段落 这个唐江也算一个温柔婉劣的孩子 等于女生 只是性格比较弄弱而已 然后一个强权 娶了一个寡妇为妻 虽然他哥反对 但是他哥也无力阻止 一个M打一个M来 一个M打一个M来 然后因为这个唐江有个孩子 所以他也把孩子收养 他也把孩子收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原来是 如果是故事到这里 就会是一个幸福美满的日子 但是常常有时候 事情发展并不一定那么美满 然后这个挂 这困之大过挂 困之大过挂 他就讲了这个左传的记载 记载这个困之大过 又记载了吹注士气军 那吹注士气军 那吹注士气军就跟唐江有关 因为春秋时代 有一个传统 每次到过年过节的时候 诸佛就要带妻子到国君那边去拜会 吃饭 好像以前我记得小时候 我父亲在学校里当老师 他就带着我到校长家里去拜拜年 然后到一些长辈家里拜年 可能是这个传统我不知道 春秋时代确实有这样一件习俗 也就是过年过节 不过年过节的时候 部署都要带着太太去拜访长官 所以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吹注士气军 有时候呢 不过年过节的时候 他就带着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去找齐中公 齐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子公 因为齐中公是他扶子的 扶子出来的国君 可是这国君是厌缩的国本 所以可能他带着这个齐中公 可能去参加他也参加了什么厌会之类 这齐中虽然剩了两个孩子 但是居然还是非常动人 所以据说呢 这个齐中公就看上了这个 看上了这个唐将 但是呢 这个吹注又不像唐公一样了 很快就死掉了 所以这次造成很麻烦 老公不死怎么办 女人风华有限 所以就发展出一段婚乱情 婚乱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发展一段婚乱情 所以当这个公孙年跟他讲说 男女被信兼君出自丁 臣致致还不可 然后呢 吾子是之欲困之大过 使皆也及 组中的记载 使皆也及 就其他人都说及 使成文子也 夫从风 夫从风 风允气 不可取 因为当他讲一个理由 他说你要看卦象怎么样 然后他就讲 讲这个卦象 这段话他也非常有趣 他说 夫从风 风允气 不可聚也 且其谣言 困离时 聚于聚离 入于其宫 不见其宫 困离时 网不济眼 聚于聚离 可视商也 入于其宫 不见其宫 无所归也 吹子也 离和亥也 先夫当之以 遂取之 这是左段当中 对成文子这次卦的一个解释 这段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让中批卖个观子 你要想说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成文子 他究竟怎么解这个卦 为什么解这个卦 究竟能解出家破人亡 这个非常神奇 能够解架错人 是非常神奇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段故事 就讲到这个地方 告一段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